《燈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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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3月9號吧 開始上第一堂課 那大概大部分人都去年有听过九天的课 那所以一般的基础啊就是 你对这个骨头就是哪个骨头 所以哪个鸡肉这个大概都有一些记忆还有概念 我稍微介绍一下我来自台 我是1970年在台湾出生 所以大概你们的父母可能跟我的年纪比我大几岁或是小几岁 是吧 所以我应该算是你们的那个长辈吧 是吧 我是1993年开始学习这个推纳的 1993年 那我们的那些学生都在学习呢 那些人都在教学习呢 那些人都在讲学习呢 那些人都在学习呢 哦 有你们有人有 除为老师以外学生有28岁吗 学生 除为老师以外学生有超过28岁的吗 我说你们有什么时候去学习呢 有什么时候去学习呢 没有吧 有什么时候去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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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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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不算 老师不算 所以你们大部分 你们大部分还没出生我就开始做推纳了 所以应该有资格来教你们这方面的专业 那些人都没有提供 所有人都是特别人都连走 这是图 tract 那我最早学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特别人 是国外的脊椎矫正 中文字面就是研究脊椎骨 我最早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需要去看,我们现在给你们这些资料,就是西方的解剖的书,然后去研究骨头啊,研究他的肌肉啊,研究他的神经啊 所以我们上课的过程有很多是会讲到骨头啊,神经啊,肌肉啊,然后他的力学啊,或是他的平衡啊,这些关系就是会讲这些 他从这些学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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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式,还有一些肌肉的治疗方式,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的中医里面推拿也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教你们的推拿是西方的医学跟中国的推拿的这两方面 所以它其实推拿只是一个名称说法,但是它包含的东西医学的融合 所以它接受到西方医学,它有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它把人体做很多的解剖 这两三百年来他们做这一方的演员 所以我们对于骨头啊神经啊 它控制的功能啊什么 在这个时代比骨以前的时代更清楚 这样努力了 从来到身边的人来拍摄 从来到身边的人来看 我们的头发了 到了日本的年龄的岛 这下来到我们的岛山 我们的岛山的岛山 我们的岛山有岛山一岛 所以我们印的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让大家借这个工具 去了解人体的这些骨头 然后人体的这些肌肉 还有这些神经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 都会帮助你们很快的去弄懂这些 早期古代没有这些资料 所以都是用叙述没有那么多土可以学习的 所以学习一个专业它需要一些好的工具 就是我们学习一些专专业的东西 需要一些好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快的去弄懂 老师教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按摩啊 或是推拿啊 或是一些西方的物理治疗啊 它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它要透過我們的雙手去接觸到培訓它的身體 所以有很多的經驗它是需要靠練習而來的 而不是你要去記所有的東西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去記所有的東西 剛剛把脈啊 這個藏應該要把脈說這個脈是什麼脈這個書上寫很詳細吧 但是你們要去練的時候 然後你就不清楚這個書裡面寫的把脈到底在講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就不清楚 對 就當我剛才說六十多人 三十多人說 我們在地面上也不太多人 因為人家在地面上也不太多人 所以我們接觸它的身體的肌肉啊 然後去了解它的骨頭啊 因為骨頭是被肌肉啊皮膚包在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用你的手去感覺它的位置 還有它的這些肌肉的硬還是軟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需要靠你的手去了解身體的狀態 所以我們需要的我們知道一些基本的骨頭位置啊一些肌肉的位置的觀念以後 就是你要去了解這些肌肉的位置跟感覺 是必須透過練習 然後讓你的身體 你的感覺去記憶這些地方的問題 讓你的記憶 你的感覺有一個記憶 所以我們在記憶這些地方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聽起來 聽起來去記憶這些國家 你也行啊 你的地方 你也知道 不一年 你安革的時候 都能夠吃飯 你也要 difAR 我都會輸入 我们去买衣服啊,我们会去看这个布料好不好 做卖衣服的生意,他会去了解各种布料,对吧? 做卖布的,所以他会知道这个布料好,这个布料不好 所以他不是用头脑去记的,而是用感觉去记 所以我们的课程有,就是教课的段落以后,这一次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让大家多练习 所以希望你们多练习,练习的时候你们要很快地去多去感觉 因为你的手去压在他的肌肉上,你要去感觉他肌肉的样子 这个需要一百次,一千次的这些感觉的断裂 慢慢你就知道这个肌肉是怎么样,那个肌肉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办法说,我把记下所有的肌肉 但是你真正摸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们分五组有小组长,这个小组长的经验非常好,那还有副组长来协助我们小组组 做这些练习的工作,所以你们小组的运作就是要互相,就是要请组长们 副组长,然后帮忙,然后你们小组要互相多练习,这样你们进步的速度就会很快 那我们人体来讲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骨骼就是,我们人可以站起来是因为有这些骨骼支撑我们的身体,对吧? 如果没有骨头,只有肌肉的话,你就只能躺在地上而已,你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对吧? 必须要有骨头 那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韧带啊,这些都是附所在骨头上 那所以,所以就是说,然后透过神经的控制,然后控制肌肉,做各种的动作 所以我们第一个做推拿,你要变成一个比较专业的推拿的话, 你必须对骨骼非常了解 嗯,可是,现在我们听到今天呢,我们是在前一段时间的麻烦吧? 但是,我们是在前一段时间的麻烦吧? 所以,基本上,骨骼来讲,我们主要的从头部下来就是这个脊椎骨 那,它主要很重要也是因为我们的神经,主要是从头部,然后延伸到脊椎骨,从这两个地方延伸出来 所以,我们也会去了解到这个脊椎的神经,它跟控制我们身体的哪些情况 肌肉,或是哪些内脏是有关的,我们也会让你们了解脊椎神经 脊椎骨神经,它不同地方的声音,它影响哪里的肌肉 学长,你每次在头部下来,往上门不休久了,往上门都说, 刚才说得到,你去老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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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我都说话,很是考古的说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上门哪儿感觉好像是中医,但是其实我们的基础是建立在西医的结果学上 是西医的结果学,就是用西医的结果,让大家了解 先生,我说你TCM中绿,我说就有所谓的关系 但如果说是小的,你不认为大家在一起 这样你小众跟你去的时候,我会给你全部修理一下 正常的骨架,然后它的肌肉是很放松的,有一定的弹性 那会产生疼痛就是因为肌肉韧带可能有受损 或是有压迫,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一些酸痛、疼痛 先生,大家能把你用的吗? 小众说为什么,例如说,因为有个人肩膀为什么会酸痛吗? 就是你也没有用肩膀去扛东西啊,为什么肩膀会酸? 所以我们去探讨,肩膀为了肌肉变得很紧痛 它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 嗯,学生说,除了口袋的,拿着这个污垂放在那里 在其他人等到以外来,不过之前,却落到这个配方 等的十年,有那么难不见 学生,学生,你第一个拿到的,你立刻的时候 在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知识啊动作 都是需要靠兩側左右 兩側前後或是上下的平衡 來互相平衡 而不是單獨一邊的力量來控制 就兩邊平衡 如果我們在學生的時候 就讓我們學生的力量 變得更多的 當我也要用 就讓我們學生的力量來控制 我們就讓我們學生的力量來控制 包括我們的手 例如說我們手掌要這樣握的時候 這個手掌的韌帶 掌側的韌帶跟背側的韌帶 它這兩個部分的基建是相對的 如果我這樣握的時候 手掌的韌帶就像繩子一樣 它就會收縮 然後後面的基建它就必須要放鬆 所以好像一拉一放一拉一放 這樣造成我們手指的動作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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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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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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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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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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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生學生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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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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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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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教你们的推拿并不是很简单 就是说我痛哪里啊 当然我就去推拿 这个是很没有效果的做法 所以你要去研究它为什么那里产生痛 而不是其他地方而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去研究 那就好像你们学藏医啊 学藏医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 说那么多这个练习啊 然后去研究怎么看病啊 那因为你要判断 例如说这个人胃痛 那他的胃痛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要判断 然后最后才知道说 我要给他什么样的药 嗯 其他人说 所有人都在传百人 那你得到老门部 打鼓啊 老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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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 他说你老门是什么 你 不然哪个都来呢 不然哪个都来的 不然哪个都来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些胃痛 它不是胃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啊 像说 破了呢 破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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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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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 有吧 嗯 那所以 所以如果 你们没有办法去思考 就是判断的话 那 脏医就 就胃痛的人 就有几种要问他 你是哪一种痛 我就选择哪一种 这个是 就变成很简单啦 就也不用你们读那么多年 嗯 就判断他哪一种胃痛 然后不同的药给他就好了 嗯 就不用读那么多 因为你读那么多 你就是要去 去找到他原因是从哪里 嗯 现在说 这样 平时有三个都麻辣了 在两个都麻辣了 这样 这样 破了那种 破了那种 所以很多人身体 比如腰痛啊 肩膀痛啊 或是膝盖痛啊 很多人他去看医生 譬如说他去西医啊 医生也是检查嘛 医生也是检查嘛 很多人他去看医生啊 然后给药 那有些为什么 吃了很多药啊 或是做了一些 副健 他还是不会好 就是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 找 没有办法治疗好他的问题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们头发家 有可能的 我们回到哪里 这道理 我们的主治疗 我们在我们马上 拼到這裡 去拿去 首先 到了那儿 搞得了 搞得了 他们在这儿 我们得到哪里 一直都不要 在我的研究里面 如果它膝蓋 这个膝蓋的骨头 它如果不是膝蓋已经磨损掉了 就是骨头已经磨掉了 就是已经 因为这个膝蓋骨头 它旁边有那个软骨 就是半月板 它如果磨损掉以后 然后它继续走路 会磨掉这个骨头 那这个部分就很困难 如果不是磨掉的 这些骨头的膝蓋的问题 大概百分之九十 我是可以看好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膝蓋的问题 我们要了解它的原因 就是它的条件 如果它没有那个条件 当然 当然你就是怎么治疗也没有用 例如说骨头已经磨掉了 它已经不平衡了 骨头已经歪掉了 所以它骨头排列 骨头跟骨头之间就歪歪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开刀了 那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就是这样 膝蓋所产的农动 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 因为这些膝蓋的很难 因为我们的膝蓋 都会在一个农民 如果我们的膝蓋 我们都会在一个农民 我们在一场上 我们的膝蓋 在这些渣度上 我们在一个农民 里面这个农民 现在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三家 我们在梳子 农民 要把这个农民 现在 全世界膝蓋的問題,不管是先進國家或是落後的國家,或是你用各種不同的藥,吃藥來講,包括美國 就是膝蓋問題,它可以治療20%到30%已經很厲害了,大部分是治療不好的 你們覺得可以治療膝蓋的病嗎? 我只要中医没有办法 中医只是会帮忙让他比较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治疗 工作地医院中医有了T-C-M T-C-M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工作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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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西医院要做一些物理治疗 还有中医院要做针灸 或是放学或是推拿 因为这个效果是比你吃药的效果还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今天学推拿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处理一些 吃药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当中医院的工作地医院 我们的工作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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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刚才很清楚说 你今天上这个课到底 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以后对你治疗病人 有什么样的方法 那所以我们在讲每个关节时候都除了介绍肌肉以后还会去讲这些原理 他们关节跟关节之间互相的关系 那这些东西可能你们刚听的时候会不太了解 但是当你去治疗的时候慢慢有不同的效果 你就会了解我讲的道理 我心里面是这样的 学长 我说吃个东西 吃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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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 从整个地医院 搞不得人了 我怕老外人 在南宋骨穿的 这些东西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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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膝蓋的問題他不會要這個人 這個他不是一個致命的疾病 他膝蓋壞掉怎麼樣 他也不會死掉 但是問題是 一個人膝蓋如果不好 他走路不舒服 他的心情會不會變得很糟糕 他心情變得很糟糕 他是會容易生病啊 容易憂鬱啊 容易想 這個會影響到他心理的層面 所以當年平民督機 niye不走路 還要去看電視機身上有在於 電視機身上有避免是 電視機身上有避免是 這才是在發現什麼呢 是說避免有避免的 我也要來搭檢養 你也要搭檢養 你也要把你的傷疾病 也要 HDMI 就不怕 人家懂得研剪 所以因為你們都還很年輕 没有办法了解年纪大的人 他的心情 中医 中医有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人他身体不好 年纪大的身体不好 他如果脚不好的话 他的身体很快就慢慢越来越不好 因为他影响的可能 例如说他没有办法走动 没有办法很多走 他的循环就不好吧 一个人如果连走动都没有 他循环怎么会好 他第二个他的心情不好 因为他都呆在房子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哪里玩 去找朋友怎么样 然后别人 别人跟他再觉得他很麻烦 所以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学长 公主 提醒公文的学位 比我们来完整个人的聪明 我们来到罗亚董 中区小生的同学 一年之后 他们很两天 希望他会有抵抗 才能够聪明 所以如果就好像你身体不舒服,例如说你打球脚受伤了,然后你可能走路没有力量,然后歪歪的,我相信你们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吧,或是脚扭道啊, 那生活上就会不方便,那你觉得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所以你们以后都是要当医生的,你应该站在病人的立场去了解他身体的状况, 他的生活方不方便,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啊?因为他心情不好,绝对会影响到他的五脏六腑的运作嘛,是吧,还有他的脑声音都会影响到,所以治病不能只是说他什么病,我开什么药给他,其他都不管,那你不是一个好的医生? 他有一些状况,甚至买到我们身体的状况,因为他们一百分钟,他现在不是一个泊性的状况, 他就是很热的状况,他的状况然后他人家、就在这里有一点多个状况, Soup,就是一种状况,以写击准备的状况,因此他硬发,攻击准备的状况, 最后一个状况,在煎的状况,在温柔和移民间的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到时候会安排我们在学校做一些议诊 因为我们上次没有太多 我们这一次会安排 虽然CORONA我们不能推 但是我们会在学校帮忙学校的人做议诊 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了解到 这个推拿的效果怎么样 对你们学习会有帮助 那我们继续开始讲 我们要讲的基础课程 就是这个你看我们整个脊椎 从头部到整个脊椎 然后这个是脊椎 它这个是中心 我们人体的重心 我们的人体的中心点 就是我们的重量也必须在这个中间 它才会左右平衡 所以我们把脊椎分成一半 就是从脊椎这里我们分成两边 那分成两边以后你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称的对吧 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对称的 学长拿出来 你把脊椎刺激 你去用的时候 你大概六十六十倍 例如说肩胛骨 有没有两个对称的 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手里 手里的盘子是对称的 弓鼓有没有 弓鼓也是对称的 弓鼓手臂啊都是对称的 弓鼓也是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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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肋骨如果它不平衡它會怎麼樣 它這個兩邊的角度會被改變 所以你看像我是做推拿還有脊椎矯正 我常常要抱一個人去矯正他的脊椎 所以我常會壓迫到我右邊的肋骨 所以我右邊的肋骨比較凹下去 左邊肋骨就比較凸出來 所以我常常會壓迫到我右邊的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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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樣的影響它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肌骨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脊椎旁邊的神經 那神經如果被拉扯以後它的循環它的控制就比較差 所以有些肌肉就會比較緊繃 有時候會拉到背部 那像骨盆這個寬骨有沒有 這兩邊如果這兩邊高度不一樣的話 我們走路是不是長短腳 那你會拉到背部 那你會拉到背部也會拉到背部 那我們要拉到背部也會拉到背部 所以我們躺下的腋子也會拉到背部 很多人躺下來這個腳一拉 有一隻腳比較長 一隻腳比較長 對吧 那你會拉到背部也會拉到背部 然後你會拉到背部也會拉到背部 那你會拉到背部也會拉到背部 那你看不管在印度或是藏人 就是有很多人他走路歪歪 為什麼 很多剛開始都是因為骨盆錯位 然後沒有去治療他 慢慢他歪得越來越厲害 然後回不來了 所以他走路就沒有辦法挺 挺著就是歪歪的 他這樣跟骨盆這樣做 那還有有人走路有沒有 有人走路腳打開買路 有的是这样吗 我是表演比较夸张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都跟骨盆是有关的 那有的人脖子很短对不对 有的脖子短并不是 有的除了天生以外 有的人为什么短 就是因为肩胛骨拉出吗 所以就这样 有的人打电脑吗 有的人打电脑吗 那这些都是我看过很多案例 就是他们的问题产生 产生就是不舒服 很多都是骨头 就是比较严重 大部分它的骨骨都不平衡 错位不平衡 我们在达吉林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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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达吉林的诊所 我们做一个印度人 那他的口是这样而已 达吉林那时候 他看不到他的肩膀 他看不到他的肩膀 我们就第一次帮他做十分钟 他在达吉林那时候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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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看不到 那时候 看不到的 我老爷爷也不会痛不住 可能是这样 也不会痛不住 甚至他后来都会做到这 你今天看不到的 他会痛不住 老爷爷也会痛不住 有时候讲课 有想到一些案例 有在告诉你 就有些很好玩 从这样子里面 你能不能扭上去 你能不能扭上去 用手术三笼的 整把刀子拉下来 用一片头 也不容易 因为这些问题 都是一些肌肉的拉扯 造成不平衡 不然它可以活动转 为什么它转不过来 一定是有肌肉把它拉住 所以它转不过来 它又不是克压这样 所以这都是肌肉的控制 那为什么肌肉控制不好 因为肌肉骨头不平衡造成 所以骨头的错位 还有肌肉的拉扯 造成肌肉的不平衡 它会造成我们关节活动 关节活动的角度会受限 因为手抬不起来 这很多嘛 或是脖子不好转 或是腰往下弯后面会痠 这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对吧 现在说 这些肌肉的拉扯 这样 我从来自然而言 我从来自然而言 这样 我从来自然而言 男性而言 离开自然而言 我从来自然而言 我从来自然而言 在这些肌肉里 我从来自然而言 等到来自然而言 扛成肌肉 所以你们要 我希望你们第一个想到不是说它痛哪里 而是说它为什么它做这某些动作会不顺畅 就是它为什么不顺畅 因为你只是探讨它的痛 你就会只是思考它痛的地方去按摩它 但是你不会去考虑说 它疼痛附近的关节活动好不好 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学长的老人吧 你刚刚来的 刚刚的老人家 在脱脱了什么东西 都用过嘛 哭 拿着地隔 那地鞋 离开到脱脱麻糬了 哭 盘子里用人把东西里有的 很不错 还有很多手抬不起来 有没有 有的人他梳头发 没有办法梳烟 手抬不起 他就是这样子梳头 学长 你用开心的 六八 一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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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熟了 一熟了 還那有人 expert 私有话 有看过吗 有这样的案例 你还是要书头发 你哪一起的 从家里喝. 喜欢看自己读脑的时候 他们特地买 那个很长的书 嗯 我们下面的 commission 然 Late 你à 所以你考虑的,它走为什么进不来 就是它这个肩膀关节的,这个转直,这个角度的问题 它卡在里面,到一个角度它卡住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吃药,骨头会自己讨论吗?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问题,我们要去研究, 它的原理,它造成疼痛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了解,至少你要做判断,你不知道怎么治疗,没关系, 但是你要判断它是属于哪类型的障碍或是阻散,你要去了解,当一个医生你要去了解。 所以任何一种治疗的方法,它的检查跟判断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检查跟判断不清楚,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治疗或是去找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你就没有方向。 ?" ED 像很多人打球,有没有?所谓撞到篮球啊? 它玩了以后,这个手就不太能够玩,对吧,有很多男生是吧? 要去想一個這個球 球撞到你的手以後 你的 是不是你的手受傷了對不對 你的手指就是彎會痛啊 但是你沒有想到這個球力量 撞過來的時候 你這個力量 它不是只是到你的手指 它還會到你的手腕關節 到你的手肘關節 對吧 它不會只是到你的手指 它還會到你的手腕關節 所以我做很多案例就是它的 它就是 用藥啊什麼 就治療就是 所以我做很多案例就是 它就是 用藥啊什麼 就治療就是 很多案例幾個月都還不會好 嗯 然後但是我最後幫它看的 卻不是問題出在這裡 而是出在手腕關節 因為它撞擊的時候 擠壓這個手腕關節 這裡的肌腱還有 它拉扯然後錯位 擠壓在裡面 然後這個沒有解決 所以這裡的疼痛 它還是保留 還有它的手指就沒有力 就是我做很多案例就是 就是被球撞到以後 它問題其中一個是 出在手腕關節 而不是只是 手指的疼痛和位置 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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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們去瞭解它 有時候我們去瞭解這個案例的時候 我們去瞭解說它是怎麼受傷的 然後你要去想說它受傷以後 這個這個撞擊到 譬如說摔傷 撞擊到它受傷的部分 可能不是只是疼痛的地方 沒有疼痛的其他往後延伸的關節 都可能跟前面疼痛的關節是有關的 就是 對 所以有些问题为什么不会好 就是你不能一直去思考它疼痛的位置 这样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真正的问题 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活动 都需要靠关节之间互相的平衡 你记得关节跟关节之间是互相平衡 不是我管手腕的手腕肩膀的腕 没有,这三个关节都是互相影响的 学长,我说,慢慢开始 慢慢进来,你处准备有个痛苦问题 这一段时间,我说盘子的流亚动 盘子的流亚动,盘子的流亚动 什么东西 人类的感觉,我说,绿色的流亚动 我说,这个地方流亚有的 所以我们在讲课程 后面的课程,我们讲不同的关节 我们讲不同的关节 你要把这些关节互相之间的关系 要去把它联合在一起 而不是说单独,我只是痛难,我做那个关节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去研究 这个身体的平衡 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 研究 更复杂的 更复杂的问题 所产生的疼痛 就可以被处理 所以,等一下,我们有分组嘛 等一下就是,我们有分组嘛 等一下就是,我们先 每一组 等一下第一个工作就是说 有小组长去介绍全身的这些骨骼的名称 还有小组长之前学到的 要怎么介绍这些骨骼 你也可以 嗯 照你自己的记忆去讲 嗯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第一本的地页这里有基本的谷架 我们等一下就是先介绍这一页 然后组长介绍的时候 顺便就是有学过的人顺便复习一下 还有你们可以用颜色 把组长介绍的谷歌稍微画一下 这样帮助你记忆 所以这个工作等一下由组长来进 就是你们每组分开 然后自己为一个圆圈 然后组长副组长就是看怎么样 就组长负责介绍 然后副组长就负责看大家要画颜色 这个谷歌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你们稍微画一下 就不同的颜色像我这样 大家可以吗 嗯 对 每组有适合彩色笔 有吧 有吧 因为你不是只是说这个图上这个锁谷 你也要教大家爱吃锁谷在哪里 要教大家摸一下 好 这个锁谷这个前头在这里 后面尾端在这里 你要教大家这个画一下 不然你就要找模特 然后这个翻开给大家看 这个是锁谷 这样知道吗 所以大部分的骨头基本的骨头 你都需要稍微介绍一下 那像腿部的骨头 骨头啊 这个这个颈骨跟肥骨啊 嗯 我们看到是骨头 但是我们实际上摸的是 是看 是 是由我们的肌肉 所以你要伸出脚 或是找Buddle伸出脚 然后 然后就是说 你看这一根 这一根大骨头 这个是颈骨 然后旁边是肥骨 你要摸 让它摸就对了 就是 你们现在不是只是画 还要去摸 就是 就是教它 学院它们摸 找到这根骨头 这样知道吗 嗯 然后也要画 颜色 所以这样你们 才会知道说 哦这个 摸的时候 这骨头要怎么找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一根大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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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是 就是你们等一下 就尽量介绍 然后我至少会给你们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等到枪上来 等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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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认为 每一简大骨头 拿出来 是 是 可以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就不算 在家里面 是 这 様子 是 这是240 240 340 440 440 140 140 440 340 440 540 640 11 12 15 你弄得这个地儿,你弄得这么多,什么异样是有点差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看模型是知道骨头的位置 好像很简单啊,很清楚 但是你在摸一个人的脊椎啊,肩胛骨啊,手啊 这旁边都是有肉包住的 所以你要对,你要清楚这个骨头的位置 就是你要去注意慢慢摸到这个关节的地方 要去摸到骨头的位置,就是要慢慢练习 学长,在日本有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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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有话 那我们一般,例如说,与手臂来讲,手臂上的肌肉不管是前面,后面或是侧面 这个很容易找嘛,但是我们主要要练习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关节里面 因为关我们所有的这些关节里面,它很容易有一些激鉴会卡出这样 激素啊 会卡在关节里面 就是我说,老牧事的时候 咱们拿到骨头,到骨头美上的老鼻子就有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关节里面的活动度, 我们是不是当然要从一个关节, 你是不是要了解它上下骨头交接的部分, 然后还有关节磨动和骨头, 为什么是这样的? 现在我从地银沟有了, 地银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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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对骨头的了解, 其实是, 除了我们要一直常常看这个模型, 之外, 还有你们课本的这个圖, 主要就是, 你要常常去找它, 这关节的活动啊, 它关节的缝隙啊, 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 所以, 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关节里面, 哪里有问题, 哪里出问题? 你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的周关节来说的话 我们的肘关节主要是这样的活动,弯曲,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反向弯曲,我们膝盖也是一样, 我们膝盖就是弯曲,然后伸直,然后没有办法反过来弯,就是这个角度。 我们在弯曲的时候,我们手背内侧这个压师, 他就会收缩,然后外侧他就会放手,这个内侧嘛,这个皮比较白的,是内侧, 比较黑的是外侧,这两个是相对大臣,前后相对大臣。 所以代表我们手臂肌肉的活动,它是前后拉扯,内外拉扯, 只是一个拉,一个放松,然后如果我弯的时候里面拉,然后外面放松, 但是我宣直的时候,内侧放松,外侧拉,相对的外侧。 有些因素,我们手臂肯可以挖住。 我们手臂肯定是要做的。 然后,在某种类肯定是要做的,我们手臂肯定是要做的。 我们手臂肯定是要做的。 所以就像一个滑轮一样,这个有一条绳子,这个往上拉,这个就往下拉,这样可以懂? 所以你想像我们的肌肉也是一个,我们要做任何动作,它一定有相对的肌肉拉来拉去 所以当我们拉来拉去,我们这个上下拉动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如果很顺畅的话,我们的手活动是很顺畅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活动不顺畅的时候,我们弯曲或是伸展就会产生一些,会卡住,就会产生一些酸泡,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就是说我们对一个问题,例如说我现在肩膀这里酸透,那肩膀酸透是肺腹的后面的问题 但是您一定要想到,这个肩膀背部的问题,肩膀肺腹的问题,肩膀肺腹是有关的 学生,我说我现在肩膀的肩膀,肩膀的肩膀,肩膀的肩膀,肩膀的肩膀是有关的 第一个,我们要有这样的反思,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对性的 它相对性到底是在,至少它是在它的前面,或是在它的对策 不一定 那这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但是许过我们工作是用手,又不是用肩胛部,背部 所以说这里会酸,那原来我们用手的时候,这个拉力会拉到我们的肩膀,会到我们的背部 我们做很多工作的时候,这个力量会拉到我们的背部 所以代表说我们肩膀的问题也有可能,跟手背肩胶固定,就是肩关节,手中,甚至手腕是有关系的 我说说我们肩膀的问题也有可能,跟手背肩胶固定,就是肩关节,手中,或者甚至手腕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肩膀疼痛的问题的培训,大部分有时候我不会马上按摩肩膀,我可能会先找看看他手有没有,那关节有没有不顺畅,我先会找他手部的关节,所以有时候我手部关节稍微放松以后,他的背度就比较轻胸。 他手部关节稍微,他人们都会扶起来,他人们都会扶起来,就会扶起来,他人们都会扶起来。 例如说你排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我将一手排东西,我将排这个方法,我的手放在我的肩甲骨下面,这里的肌肉,我排东西的时候发现这里的肌肉,它会受缩发的问题。 所以,感觉是我的手在处理,但是其实如果你去观察的话,它不是这个手, 它有背部啊,肩膀啊,或是脊椎,全部都要处理,它是一个整体的处理,并不是单独,是不是手的处理? 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我们就培养这样的观念,这样以后你要思考, 病人的问题,就不会只是针对他疼痛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只是针对他疼痛的问题,这样习惯的治疗以后, 以后你的治疗就不会考虑到其他的地方。 我做过好几个案例,就是说他肩膀常常都很紧,转动,然后他可能是阿玛啦,就是他要做很多工作啊,洗衣服啊, 炒菜啊,打孩子啊, 我只是说,我都没有说,我也是打老公。 我不是打老公吗? 我只是打老公,在那里山上,就是这种决志。 我就是打老公,我只是打老公,我只是把老公努的意思, 其实我们手部因为要做很多很细的动作,所以我们的除了手指以外,我们的手腕常常会活动到,那我们的手腕它可以转动的角度很大,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几乎是可以三百六十度这样的。 那所以,我的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他肩膀很痛,但是他其实手腕不痛,但是手腕的角度不对,那手腕的角度不对的时候,有时候他的深层的器件卡在这个手腕里面。 所以,他的某些手腕的肌肉,因为这个肌腱卡在里面,所以他的肌肉变短,变短,知道吗?好像绳子打结,绳子会变短,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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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拉扯就会,拉扯跟原本正常的状态是不太一样。 所以,手腕的肌肉内外的活动,开始产生不平衡以后,他就会影响到上手腕肌肉的不平衡。 他是有一个像骨牌效应的一样。 所以,我们大部分,你把他想象就是说,我们很多肌肉的收缩,放松,就像绳子一样。 然后,他拉来拉去。 然后,绳子拉来拉去,不顺畅,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绳子打结了,打结变短。 所以,就影响到他们拉扯的平衡。这样去想,用这样的概念去想。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的练习。 就是,我们先没有讲,先不讲太多体论,我们先做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以手背来讲,手背他有两根骨头。 一个是饶骨,一个是磁骨,就是两根骨头。 就是你们今天早上讲话读的证题,手背有两根骨头,对吧? 嗯。 现在,我们现在在小骨头,我们先做蒙骨子。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分做,这两根骨头的内侧,跟两根骨头的外侧。 所以,这两侧的肌肉它是互相拉致。 所以,我们要练习的,就是说,我们内侧就是这样,这根是什么? 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内侧跟外侧,它的肌肉是什么? 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内侧跟外侧,它的肌肉是什么?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练习,按摩,内侧,两根骨头之间的肌肉。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内侧的肌肉是什么?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练习,按摩,内侧,两根骨头之间的肌肉。 然后,在按摩,手背,外侧的肌肉。 对。 那,外侧要怎么看? 你看,我们如果握拳的话,这里是不是有一条肌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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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的话,其实就是,像你们初学的人,而且没有学过的人,就是这个手你刚刚下按的话,就是可能会痛,这很正常。 那我大部分按摩的话,就是我会,我会用,例如说手背这个部分,我会用它这个大拇指的前面这个地方去压一下。 那我压的时候,我压的时候,我另外这个四个都会握住,握住我的手背。 那我压的时候,我压的时候,我另外这个四个都会握住,握住我的手背。 那我压的时候,我压的时候,我压的时候,以后,我压的时候,我压的时候握住。 所以,这个手背会跑掉。 如果有些东西有些东西的东西的话,那些东西也有东西的东西,那些东西也有东西的东西。 你们现在现场可以去一下吗?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东西。 你要怎么压力道会比较稳定,还要比较有力量? 这些东西都会比较稳定。 然后,做完以后,要从背侧,有肌肉交接,从上面再汗补下来。 人们的东西都会比较稳定。 第一个,你要自己按,第二个就是你要帮别人按。 第一个,我认为要帮忙辅导,他用力的情况有没有正确,就是有没有他不太会用力,尤其是初学的人很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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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你就要帮忙指导一下。 因为我们的手指,除了大拇指,可以用我们的食指啊,我们的中指。 小指、中指、十指、五指,大概这三个手指而已 小拇指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有点少用 外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过 西国劇,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推拿出力是有技巧性的 所以不是说你是女生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不是,它其实很注重你要出力的技巧,那这要练习 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意义, anticipated,不需要什麽有特别的这个计判 我们认识的家庭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这个人。 你不要看央中小小的, 压人的痛? 央中有什么, 几个人会在哪里, 这个人会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 要怎么用身体的原理, 或是手, 要怎么做。 这个都是练习而已。 所以我们等下练习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前后是互相对称的 所以你不能只是说,我内侧做一做以后,我不管背侧 就是你要考虑到内侧外侧,这两个是相对性的 我们一般,例如说,有的人他环球走路,他会扭伤,对不对,他扭伤这里会肿起来,对吧 他有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 常常来说,这些事情就说,你听着说,这些东西就落得不断 这些东西就怕落得不断 然后,这个外侧这里肿起来,发炎,其实你也不能按摩嘛 对吧,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这个骨头处理,这个外怀就会疼痛啊,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20年,这些东西就有了,那这些东西就会疼痛啊,那这些东西就会疼痛啊,那这些东西就会疼痛啊 然后,在基本的座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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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腿有两根骨头,近骨腿 我们,你看我们从,如果从,它前侧这一边,这两个松下是否松到这个外怀 Sie 我們要做後側,後側也鬆過來,讓前後平衡 我們要做後側,讓前後平衡 所以只要你前後疏鬆下來到腳踝,這種的你不要去碰它,它的代謝就會增加順暢,就會越來越順暢 到最後它雖然痛,但是它就可以處理了 所以有的人腳踝扭傷嗎?一個月,兩個月還不會好嗎? 我看的話,大概不用一個禮拜,大概九成,剩下就是它腫的地方,要讓它小腫 如果你扭到這裡,腫起來是不是很嚴重? 所以你們要了解這個原理,而不是說,那要怎麼吃藥啊什麼 你要了解這個原理是要讓它怎麼樣可以循環代謝,然後它的身體自然會去修復它受傷的地方 就要說你說,這個就是它把小腫它拆得出去了 那等一下你們小卫帶著大家練習,然後下午第一天後可能大家也會想睡覺 等下安一安就大家透就比較不會想睡覺 我们先练习一下,我们先每组就是花15分钟练习 我们先每组就是花15分钟练习 我们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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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